一個巷道接著又是一個巷道 從外地來的人 如果想要循著地址 找到住戶並不容易 舊南投信義鄉的羅納村來說 不管是哪一條小巷道 都取名為信筆巷 除非是當地人 否則外來房客很難辨認位置 一定要用傳統的那個名稱 去做道路命名 海方南路 蘇古羅曼路 丹大路 巴南路 還有通道村辦公室的行政路 這些路名大多是由布農族語 音譯以中文字來書寫 取名的根據 也是依照地區所居住的住戶家族命名 念起來格外有趣 也讓人印象深刻 對當地布農族人來說 更是喚起家族名的記憶 什麼族群 什麼 但是按照他們是 他們那個我們 布農族會有一些 他們的家族 家族啦 家族 家族 有的是他們的名字 是我知道啦 所以外地的人來找朋友 或者是有事情的話 都會很容易介紹說 這個地方是屬於這個家族的一個地方 找朋友也比較輕鬆 也比較簡單 這些路名共編了17條 因為部落自行取名的 並沒有政府機關同意 不是法定地址 不過當地居民認為 這樣的路名不但方便記憶 比一成不變的中文路名 更具布農族的特色 記者No 採訪報導